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英元小剧 我们非常期待在这个时刻与大家见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 艺术工作者蒋勋蒋老师和我们来谈的是 西洋美术史 西洋美术史进行到了印象派 蒋老师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画家莫内 所以我们提到印象派 我们介绍了两位画家 一位马奈一位是豆家 那我们介绍马内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他是印象派之父 那可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莫内 希望大家不要混淆 因为听起来发音蛮像的 那一般人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印象派的命名者 就是印象派这个字 就是我们现在英文讲的impressionism 或者法文的这个lampassionism 都是从莫内的这一张画来的 就是莫内在1874年的时候 他参加了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讲一下渊源 就是这些画家 他们当时常常参加国家性的这种比赛 画展比赛 那么这些评审都是比较年纪大的 德高望重的老画家 所以他们对年轻画家那种新的画风 完全不能接受 他觉得他们都在乱画这样 所以通常莫内这些人 他们的作品都会落选 都不会入选 就是他们一次落选 两次落选 三次落选 最后他们就觉得 我也不是不认真 那为什么我老是落选 后来他们就有一点不服气 他们自己就掏腰包 就说在那一年1874年 官方的主流展览的对面 租一个地方说 我们自己来办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名字叫落选展 所以我觉得印象派很有趣 他们是这样出来的一批人 就说他要请大众来做一个公平 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画得不好 那么当时这个展览就开展 就引起很多人注意 大家都觉得很感兴趣 那莫内就展了这一张作品 叫做《日出印象》 我现在直接从法文翻译过来 法文它的名字是 就是印象 太阳升起来 那所以后来有一个记者 就看到这张画 他觉得这张画简直画得乱七八糟 我想大家可能现在很多观众 也说不定有同感觉得 怎么画一个太阳日出 然后那个赛纳河上 那个笔触这么紊乱的感觉 因为当时他们习惯的绘画 是很安静的 非常古典的慢慢 就是你在外面写身完 你至少回到画室 你能够慢慢去修改 修改到非常古典的感觉 可是莫内这张画 等于是好像一个草稿一样 就是那个太阳刚刚升起来的 那一刹那之间的那个感觉 所以莫内自己也觉得 我要画的是 L'impression 是impression 就是一个印象的一个感觉 我并不是要画 固定的一张照片的感觉 所以那个记者后来 就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 骂这张画 骂这个展览 就是说这些画家 都不好好用功 古典的技巧都不够好 他们只会画 加一个引号印象 就是用了这张画里面的 L'impression 这个字 就称他们印象 那好 这些文章登出来以后 那这些年轻画家 当然更不服气 他们就买了一份这个报纸 又跑到咖啡厅 又开会就讨论说 我们这个团体 从来都没有自己的画派名称 那我们就干脆叫我们自己 叫印象派好了 所以印象派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一般人就用这张画来说明 莫内是印象派的命名者 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 一方面听到这样的一个 背景的故事 了解到印象派怎么起源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希望大家了解到 因为科学的改变 因为整个工业时代的来临 人的视觉受到非常大的 速度的挑战 所以人开始走向户外 我们一再强调说 印象派叫做外观画派 他们的绘画都不在室内画画 都在户外 他们可能彼此约了一些朋友 像莫内这张画师 约了雷诺瓦一起去画 画他们的太太 带着孩子从那个远远的草地 走过来的那个感觉 而且走一次还不算说 你们可以再走一次 好像那个电影NG一样这样 因为他们要画那个感觉 就是他们走过来的感觉 然后旁边草地里开满了 红色的Gogligo 就是法文的Gogligo 有一点像樱树花 薄薄的在风里面在摇 非常漂亮这种花 其实我们大概到 法国乡下的时候 遍地都是这种花 所以他们就要抓到这种光线 风和日丽的那种美的那种感觉 我们看到这样的画 你在画室里绝对画不出来 它完全是一个户外的那种 你好像可以闻到草的香味 你可以感觉到那个风远远地吹来的 那个感觉 那阳光晒在皮肤上的温度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说 墨内的这样的一张画里面 里面有很多的明度很高 彩度很高的这种亮丽的东西出来 它把你原来室内的那个阴暗的颜色 忽然打开来了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注意到 印象派是一个走向户外大自然的 一个非常喜悦的感觉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是你看印象派 尤其像墨内的画 你看了其实是很快乐的 那个快乐就是 好像某一个春天 你自己到郊外去度假的那个心情 我特别用到度假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城市文化的工商业来临 它会度假 对 因为城市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他最后来画度假的人 拿着小洋伞 然后走出去 那个时候的女性很怕被晒黑 所以头上戴了帽子 帽子还有面纱 还不够 还要拿一个小洋伞 这是墨内的第一任的妻子 就是卡米尔 那这个妻子大概一直到 陪伴了墨内到四十岁左右 她生病去世 所以墨内后来又再娶了太太 那这个太太 在她早期的绘画一直重复出现 你可以看到她用她的太太做模特 让她站在阳光底下 其实这张画我们注意一下 她站在阳光里 太阳在她的后面 所以她前面有一道阴影 可是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阴影里的草的颜色 跟两边不在阴影里的草的颜色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到外光画派 他们非常注意 光线在不同的强弱底下 颜色是跟着变的 是 因为在古典绘画里 没有这个问题 古典绘画画草就是用绿色 她没有想到说 草在不同的阳光里面 其实颜色是一直在变 是 所以我觉得印象派 如果大家 许多观众喜欢印象派 其实我最好的建议是说 你不只看印象派的画 那有机会你走出去 你到郊外 你去面对着 比如说阳明山 或者是户外的 那个山的绿色 你去感觉到它 如果你有一个下午 你去看 你会发现它在阳光里 是一直在变化的 那它其实 让我们的视觉 重新去了解到 光跟色彩的互动关系 那色彩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把光线调暗 一直调暗 调到最暗的时候 色彩会消失的 然后你慢慢再调亮 再调亮 那个色彩就慢慢出来 慢慢出来 到阳光最亮的时候 那个色彩是最饱和的 对 所以色彩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 色彩是因为光线 它会一直变化的 它会一直变化 所以这是印象派 最大的一个贡献 而这里面特别是莫内 她在她的绘画里 不断对光线做实验 那所以当然我觉得 她这个太太 其实蛮辛苦的 你知道站在一个大太阳底下 要站很久 而且我在奥塞美术馆 看到这张画的时候 她画了好几次 莫内一个最大的特征 她很少一张画 只画一次的 她可以连续画三十几次 然后让她太太 一直转角度 然后她去实验 这个光从早上的太阳 从东边一直转到西边的时候 那个影子一直在变化 所以你在墙上看到一系列 同样的主题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模特儿真是够辛苦 因为站在那边不能动 让她一直在抓 那个光线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卡蜜 我常常也有跟大家介绍 就是她最后临终的时候 有一张画像 是保留在奥塞美术馆的 就是她最后生病 临终的时候 莫内在旁边画了 她最后的一张画像 那张画像非常感人 也是很快速的笔触 我们知道印象派都认为 我们要抓到 刹那之间的东西 他们觉得刹那之间 其实就是永恒 那一个 你跟你相处过四十年 那两个人共同拥有 四五个小孩的 这样的一个恩爱的夫妻 当最后要告别的时候 她在旁边画的那张画像 她跟她的朋友说 她发现卡蜜尔脸上的光在消失 那我们就知道 莫内讲这句话的意思说 光其实是生命本身 就是光就是生命 所以她就觉得说 那个光一直在消失 她说我作为画家 我其实是留不下 留不住光的 我没有办法把那个生命留住 所以我每次到奥塞美术馆 面对那个她画卡蜜尔 最后那张画 我就觉得有一种感伤 我觉得这个感伤是 莫内她试图用她的艺术 用她的美去留住什么东西 可是你会觉得很无奈 因为最后其实并没有留下来 只能说你主观地觉得 你这么狂热地想要留住 可是它是瞬间就消失的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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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lieve in yesterday I believe in yesterday I believe in yesterday Money当然个性上 基本上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也很积极的人 他对工业有一个 跟一般人不同的看法 一般人尤其是我们今天 一般人都不太喜欢工业 会觉得我不要住在工厂旁边 我不要住在火车站旁边 我们觉得工业带来污染 带来噪音 带来吵杂 可是我们看到 Money很特别 他常常画火车站 这个圣拉斯拉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现在还在 在巴黎还在 圣拉斯拉火车站 当时Money常常到这个火车站 坐火车到阿荣特港 阿荣特港是一个 塞纳河出海的一个港口 有点像淡水河的淡水 所以当时画家 他很喜欢到那个地方去画画 我们看过前面 马内画过墨内坐在船上画画 就是那个地方 那么所以在这里等火车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火车 可能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准时 所以他有时候在等火车 他就看那个火车 烧着煤烟煤炭 那个浓烟冒出来 这样往前冲过来的时候 他觉得好漂亮 他会觉得 他告诉他的朋友说 火车站的那个屋顶 其实像一个古老的歌德教堂 他觉得工业里面 有一种新的信仰 所以我们在这张画里 其实可以感觉到 墨内对工业 他觉得工业带来了富有 工业带来了生产 带来了繁荣 带来了方便 所以他跟一般人 对工业的态度 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这张画 现在常常用来代表 一个新时代来临的一个标志 就是说农业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个巴比松画派里面 那种劳动的安静 那个玩倒 那种十岁已经过去了 那今天的整个人的视觉 在城市当中是非常强烈的 不止火车站强烈 那到了法国国庆 7月14号 满街悬挂着法国的国旗的时候 那种热闹的场景 我们看到这样的画 墨内也画了好几次 这是他在圣丹尼街 他就画那个街 两边全部是国旗过去 我这里也要特别解释一下 因为法国在1789年 发生了法国大革命 可是并没有这么顺利的 就变成一个共和的国家跟政府 他中间有第一共和 第一地制 第二共和 第二地制 第三共和 第三地制 我们知道法国现在是第五共和 所以其实中间经过 好几次的这种交错交错 那墨内是一个政治上 是非常信仰共和的人 他是反对地制的 所以他中间还曾经为了反对 拿破仑第三的复辟 最后他逃亡到伦敦去 所以等到拿破仑第三失败了以后 拿破仑第三被推翻 重新变成共和 我们知道这个三色的国旗 代表自由平等博爱 是共和重新来临 就法国重新变成一个共和政府 墨内兴奋得不得了 他就站在街头上画这个街道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旗子的比触 都非常的快 它让你感觉到完全是色彩 跳跃起来的感觉 那如果用古典画家来画的话 每一个旗子红色 蓝色 绿色那样画 就不会有这种兴奋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发现 印象派是一个非常大的革命 这个革命我觉得不只是绘画革命 甚至是一个心灵革命 他觉得绘画里面要把人 整个的情绪带动起来 就是我们甚至也可以觉得 墨内在画这张画的时候 他自己的那个情绪都很狂烈 他要把他的passion 他的热情整个表现在画布上 他会觉得古典绘画画家太冷静了 慢慢在那边画 那个感觉出不来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 你每一次面对墨内的绘画 你的视觉都会被他激动起来 可是这里面我们注意一下 墨内首先是自己本身 在光前面被激动了起来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介绍他一系列的画 这是一个教堂 一个法国的老教堂就在卢王 卢王这个老教堂是非常有名的 一个老的那种哥德士教堂 我们知道哥德士教堂 都是用石头盖起来的 那如果你要画这个石头的教堂 你要怎么画 那现在大家看到墨内画了这个 你会发现这个教堂 整个都是一片光的解体 那么其实这个教堂 他画了好几次 那你如果有机会 到法国的奥塞美术馆 你看到墙上一片挂在那个地方 有好几张卢王教堂 他从早上的黎明 第一道光照在教堂上 他就画这个教堂 然后慢慢观察到十点钟 那个光线又改变 他又画了一次 有一点淡淡的蓝色冷色调 因为清晨早上的光 然后慢慢慢慢到十二点 那个阳光越来越亮 那个石头上呈现出来的光 是金黄色的 他就开始画金黄色的这个教堂 然后慢慢慢慢到下午 然后一直到黄昏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章 是三个不同时间的卢王教堂 所以这个画的主题是卢王教堂吗 其实不是 是卢王教堂上的光 是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有机会到奥塞美术馆去看 他画的卢王教堂 你一系列看下来十几章 是一整天整个的 他甚至最后画到黄昏 他甚至一直到黄昏 那个光一直暗暗暗到 等到月亮上来 月光在上面的感觉 他都画出来 所以我们说 莫内是一个真正在历史上 绘画当中唯一的光的追寻者 他觉得光是一个最美的东西 他觉得光是一个画家 最值得去挑战的东西 因为光 刹那刹那之间一直在改变 那么我们也讲过说 他曾经在他临终的太太的脸上 寻找最后的光 他觉得光本身就是生命 那所以我们知道说 莫内一生在这个光的实验上 他所投注的心血到惊人的地步 我们知道他到晚年的时候 他整个下掉了 因为他长期在强烈的阳光里面 长期画画 时间非常的长 这样画画 最后他严重的白内障 那那个时候白内障 没有办法治疗 所以他完全失明 那段时间他利用记忆 挤油化颜料在画布上画画 那么现在很多的医学界 在研究他这个时期的画 认为他那个时候 虽然在失明的状况里 他对色彩还是有非常敏锐的感觉 而那个感觉可能来自于 他过去的视觉记忆 所以后来替他开刀的人 是法国当时的总统克里蒙索 克里蒙索替他开刀 克里蒙索说服他说 我来帮你开刀 因为莫内后来晚年 因为他的画卖得不错 就是美国人很喜欢他的画 所以他比较有收入 他就买了一块地叫齐凡尼 现在很多人跑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里面 看到的这个地方 他买了一块地以后 他自己挖了一个水池 水池里面全部种睡莲 然后他盖了一个拱桥 是因为他一直觉得 东方日本中国的桥是拱桥 是一个圆圆的桥 可是他没有来过日本 他当时很希望到日本 可是他一直没有来过日本 他就种睡莲 旁边种很多的垂柳 因为他要营造一个 法国的东方风景 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地方 吉凡尼这个地方 一直画所有的东方里面的 梦的那个感觉 这个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 他已经吓掉了 可是他就用记忆去画 这个美丽的 有点像一个 他的净土的世界 他觉得是他的心灵的净土 那那个时候 在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莫内活到86岁 就是德国人进攻巴黎 炮火连天 然后克林蒙索帮他开刀 然后鼓励他继续画画 然后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相信我的医学技术 你会重新复明 他说我看到你的花 看到你的莲花 一朵一朵从水里面 这样子生起来 他说那是人类 最伟大的梦想 他说你现在 有没有听到炮声 因为那个时候他瞎掉 克林蒙索这个总统 跟他说 你知道那个炮声 让很多人惊慌 可是你的话 会让这些人安静 他说你的话是比这些炮声 这些战争里的炮声 还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莫内 最后画出非常安静的导影 这是导影的垂流 导影的水光里面的 那个紫蓝色的水光里面 浮起来的一朵一朵莲花 他觉得莲花是一个 真正东方信仰里面的 生命的代表跟象征 其实莲花是东方的 在法国很少莲花 可是他就营造出了 这样的一个莲花的世界 然后让它变成 最美最美的一个信仰 所以莫内到最后去世的时候 是带着这个美的信仰走掉 然后所有人对他 非常的怀念 那么这些画作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巴黎 会在他一个 六十公尺长的一个房间里 看到那个莲花 整个营造出来的莲花世界 所以我想用这样的方法 希望大家对这个印象派的 命名者莫内 有更多一点的了解 我会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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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